小龙 平安 我是徐俊成 我是康裕 我们一家过去曾在以色列工作 生活与服事 我们将以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 包括圣地的历史 地理 风土民情等等 与各位分享 我们会带您深入了解圣地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一起与圣地有约 各位十架电视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圣地有约 我们上一集有特别介绍 华人社会都非常熟悉的一本基督教的杂志 叫宇宙光 我们也很难得请到现任的总干事李牧师 李栋梁 李牧师 还有资深的副总干事黄长老 黄荣勇 黄长老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介绍 他们个人与宇宙光的关联 那这一集我们要再请他们来 为我们进一步来介绍宇宙光 不光是文字事工 他在各个领域 他们这多年来 他们所投入的 他们所参与的 他们所坚持的这些目标跟理想 好 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请两位重要的人物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我们先请李栋梁 李牧师 总干事 给我们观众朋友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宇宙光的总干事 李栋梁牧师 新年快乐 对 新年刚开始 接下来我们请资深副总干事 黄荣勇 黄长老 大家好 我是宇宙光副总干事 黄荣勇 长老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 谢谢 好 一开始就一个喜乐 欢喜的这个心情 来进行我们的节目 我们上一期节目最后也有提到 2023年对宇宙光来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我们圣经上说惊喜 惊喜年就是50周年 50周年 对 那宇宙光也改了一个字 让人非常的surprise 惊喜 那我们盼望这个节目 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介绍 也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也非常惊讶 非常惊喜 宇宙光在我们的信仰过程 陪伴我们 也看到他们未来的展望 好 我们从头开始 是 你刚刚说宇宙光50年 对不对 其实宇宙光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就读过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真的是一本非常高水准 又有深度的那个杂志 我那时候根本读不懂 读不懂 小学就读过 是 这个当然也透露一点年龄了 好 我本来一直很想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 现在我们要找宇宙光的杂志 非常容易 但是如果你要找到 刚开始第一集 那真的是 我网路上都找不到 但是感谢林牧师 他昨天给我一份资料 我们先看第一集的照片 我们从这个照片来看 也了解一下宇宙光它怎么开始 那什么时候开始来出版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 背后的渊源 我们请李牧师 这第一集的照片 OK 宇宙光是1973年开始的 1973 对 刚好50年 1973年那一年其实呢 我进到宇宙光才知道 因为那一年 其实也是世界能源危机 发生的那一年 哇 所以宇宙光是在这种的情况下面 承接了一位叫刘依林长老 以前当时内地会有一份刊物 叫做灯塔 那因为整个的 当时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 所以这份刊物就不得不停刊 那这位刘依林长老 当时他就觉得 怎么可以在华人 这么重要的一个这个地方 但是缺席了一个传福音的杂志 所以他抱着一个这样的理念 就自己在北美 他是一个退休的 一个当时的这个 以前灯塔杂志的编辑 所以他就决定说 自己来 到处卖字画 募款 然后开始就给了这个杂志 新开始的这个杂志 叫做宇宙光 比灯塔还亮 这个名字就很特别 应该用到宇宙 而且还是光 因为宇宙是代表 整个一切的时间跟空间 所以他觉得 那我们是在一切的时间和空间里面 我们成为上帝的见证人 所以用这样子一个理念 所以就开始了这个杂志 那当时希望来到一个自由 最自由的地方能够说华文的地方 能够开始这份杂志 所以他就锁定了来到台湾 那当时他想那找谁呢 所以就找了一群文字工作者 那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张晓峰 因为张晓峰是在当时十几岁 还在学生的时候 就投稿到了灯塔杂志 录选第一名 所以他当时就想 那我要来找这个人 开始办这份杂志 所以他就邀了林志平 这些他们的一家一家的人就开始 他们就力劝他说 这位老先生你别想了 没钱没时间没人力 什么都不可能 怎么要来这份杂志呢 所以就力劝他 就这个老先生听闻 1973年73岁 所以当时他就说 这个困难是有的 但是呢 该办的事还是要办的 还是要办 这个很坚持 客家人嘛 就力劝不行呢 结果他就自己这样开始了 那当时小峰姐的先生 就是林志平林哥 他就想说 那我劝不了 那我总是领受上帝的话语 能够来安慰劝勉他 就当时他读了经文 就读到了这个 五秉二语的神迹 特别是约翰福音这一段 他读到这一段里面就说 哎呀 这句话是对刘老先生说的 也就是上帝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所以呢 哎呀 这是神迹奇事 因为上帝要试验你 所以就去了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没想到老先生 就把他留下来 就说 好来坐我旁边 来 写 开始写 就刚开始写 他就第一 就开始做了志工 直到鲁鸡 了解 这个刚刚牧师说到呼召 五秉二语的神迹 我们看看呼召 我觉得这个图像 真的非常的 非常经典 你看 呼召 你们给他们吃 吃灵粮 而且是五秉二语 这个分出去的越分越多 没有止息的这样子传递出去 所以这个也算是宇宙光最早成立 对一个灵兽 灵兽的一个神迹上的经文 那牧师也提到这个 讲到宇宙光一定要提到灵哥 他还是过去也听过他 灵哥年轻的时候 你看就是一个写文章的学者的样子 戴个黑框眼镜 我们也有很多机会 听到灵哥分享着宇宙光的历史 我大概从小学到研究所 有 有 有 灵哥听了会不会生气 好 你看也要讲到五秉二语的神迹 好 那这个也是宇宙光 他这个创立的一个意象 好 那我们说过 我们一开始 我们大部分的印象就是 宇宙光就是一本 这个非常有深度的杂志 那其实 不光如此 我们待会会看到 他还有很多不同的事工 各方面的事工 但是我们今天很难得 两位总干事副总干事 带了很多宇宙光的历史照片 我们先看看这些历史照片 让大家也能够深入的了解 正如刚刚牧师说的 要在当时的社会 在当时的环境 要成立一个基督教杂志 是多么的艰难 这个没有钱没有人 那我们看一张 这个刚开始 有没有办公室呢 小客厅 为什么会用在一个小客厅呢 来请牧师 或者是张老公 讲一下 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新生南路 的一个小客厅 那时候根本没有办公室 那杂志就开办了 所以那有几位同工都是志工 对 就开始就在一个客厅里面 展开了宇宙光杂志 好像是这一对夫妻的 对 他们也算是志工了 他们也愿意开放 他们的 房子已经不大了 愿意把客厅再让出来 小客厅就开始 对 从这边开始 所以这非常有纪念性 那我们后来也听说 也搬到一个地方 只要一块钱 一元的租金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地方了 对 左边这个是地下室 在罗斯福路一个地下室 对 那时候根本急得不得了 这个书还有办公室堆在一起 右边是一位修先生 那当时他的一个办公室 那个日本市的房子 那时候当时还有人住 我们只是用了一半 那我们就搬到 现在的金华国中的对面 是大安森林公园的办公室 OK 是这样 小木屋 我们都叫他小木屋 那时候同工也不到20个人 就已经有个什么 国际学社旁边 国际学社旁边 在那个地区 就在金华国中的对面 对 因为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黄长老 他在宇宙光成立第三年 就加入这个事工服事 所以他对这段历史非常的清楚 好像是刚刚好搬过来的时候 搬过来的时候 我就就到这个小木屋 就开始来这边 那时候还到罗斯福地下室 搬一些整理一些东西 OK 那还不容易 后来我们看有一张 很辛苦的照片 淹水 台北那时候还常常淹水 你看这淹水 屋顶还被吹着 很困难 对 那个淹水就是也是下大雨 那个金华间本来就地势 比较低 比较低 淹水的时候同工下班 我就一个一个背 背他们出去 而且 那宇宙光是一个巷子在进来 左边才进到办公室 那时候东西一大堆都被撕脱 我们的幻灯片 一些杂志重要一些资料 被水淹掉 根本来不及救 对 尤其文字事工最怕这样的情况 你看 而且黄壮老上次也讲到 刚开始弟兄比较少 而且年轻有力的弟兄 这时候发挥功能 把童工一个都背出去 经过这个艰难阶段 但是宇宙观我后来听牧师长老说 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坚持到现在 就是每天都会集体成根 我们看看 早期在很困难的环境 你看桌子都坐不下 有的都坐到外面 每天都集体成根 对 每天早上都有成根 那时候是围着一个乒乓球桌 那时候十几位将近二十位 每天早上一直坚持 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 对 这很重要 有查经 有请外面的讲 有我们自己同工的祷告 是 就在这个 那时候一半还是有人住 还不是全部 只能用一半的空间 我们只能用这个一半的空间 是 不容易 你看五十年来坚持下来 我还记得 因为我那时候 就正好在读金华国中 对 所以我就有经过 对 常常经过的宇宙观 在巷子里面 在巷子里面 是是是 不容易 在这样一个艰困的环境 但是这也不是办法 因为业务越来越开展 那也需要的空间越来越大 听说后来也开始祷告 要开始看看 有没有新的办公大楼 有提到一位韩石俊长老吗 对 他是也带着 是林哥 一起在跟神呼求来祷告 韩石俊长老是韩伟的爸爸 就是杨明医学院第一任院长 他的爸爸 他是每周三来成根 他每一次来 他讲了一句话 我们都觉得 我们刚刚搬到这边 已经是不错了 对 他说我们要为宇宙观大楼来祷告 大楼 已经有异象 要看到大楼了 异象 可是我们刚刚搬来 很感恩 他说要为宇宙观大楼 要看得更远 要买属于自己的一个办公室 是是是 那是他早上就来 鼓励来免 那是他就有一个异象 有远见的这个牧长 长辈 那后来有没有大楼呢 我们看 林良大楼 下一张 真的有大楼 而且是非常雄伟的大楼 这个是后来就是搬到这边来 所以搬到这里 林良堂整个重建 重建 对 所以他从一个原来的这种 两层楼三层楼的这样一个的 斜屋顶式的房子 拆掉就变成一栋大楼 1986年 对 1986年 刚开始一层 后来成立的这个扩大的这个服饰 也 我们又买了第二层 因为第二层原来是 林良宣教这个他叫神学院 后来他们又到了 到别的地方要钱 后来周牧师问我们是要不要买 我们讲说这样我们这一层不够 我们就凭信心又订了这个九楼 我们原来是在八楼 好 那个这边有提到原来的宇宙光 就是一个传播中心 或者是以文字出版为主 但是这边也一方面扩张有两层楼 最主要他也扩展他的服饰范围 也甚至改名叫做宇宙光的全人关怀机构 那其实全人关怀这个名词 我大概很多年前就有听过了 我们也知道好像从宇宙光开始 也中原大学也有参与 虽然知道这个名词但是还是很模糊 我们是不是请牧师或张老 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全人关怀 我们先看有一个人的面向 这张图好吗 什么是全人关怀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工 全人关怀我们请牧师 我想宇宙光一开始的整个的根基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就是他领受的这个意向 也跟他的传福音的杂志 跟一般一开始的不太一样 也就是像刘长老 他一开始就觉得说 这个文字工作 就是上面要写你有罪 你要悔改 然后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保血 他们说那这种 这样子的传福音方式 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 那非基督怎么办呢 但是当时其实 我们慢慢有一个意向 这个意向也就是从圣经里面 这个耶稣撒种的比喻而来 那这个撒种比喻里面讲到说 其实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农夫 他所看到的就是要果子 能够结实三十倍六十倍百倍 但是种子要落在 什么样的土地上呢 除非是落在豪土里面 那我们当时宇宙观灵哥就觉得 那其实上帝的呼召非常的清楚 就说其实在一个上帝的话 是个纯粹的种子 农夫也有了 但是重点是你要怎么去预备 一个真正的好的土壤 让所有的可能是撒种的人 可能是收成人 但是中间应该要有一个预备 那因此宇宙观领受的就是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这块的文化土地上面 去形塑一片豪土 那因此宇宙观从这个文字的工作上面 就开始我们要谈人性 谈人共同的关怀 那么怎么让这个基督教信仰 跟我们的华人文化 能够产生真正的链接跟对话 那因此宇宙观从这个工作开始 那我们也想到说 其实为什么叫全人 就是其实我们传福你的对象就是人 那我们的目标是 让一个人不只是听了道 那他可能就是路旁的 那或者是他的生命的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在荆棘杂草虫中 那么其实一个人要得耶稣所说的 那更丰盛的生命 是一个结实累累的生命 那么我们应该是一个全人的关怀 也就是说这个人 我们的目标 不管他是在路旁的 是在石头地上的 或在荆棘杂草虫中 杂草那个里面的 我们应该是要帮助他 能够回归到一个 形塑的豪土的里面 去滋养他 最早能够提出这个观念 真的不容易 考虑到 而且我们刚才从前面那样一个 四个Q的图来了解 也跟华人的传统 特别像阳明理学有关 天人物我 各个方方面面 因为我想要 因为我们既然是对华人宣教 其实我们就用中国人的道统 这个概念 阳明理学的天人物我 其实天人物我 就已经讲到一个人 中国人追求圆融的关系 所以用天人物我也表达 其实耶稣的成长也是 耶稣基督的智慧 神量 神和人爱他的心 他也是在四个方面 是一个均衡整全的 平衡的关系里面成长 有时候教会很容易说 我们只要属灵就好了 其他都不管了 那这个其实就表示说 我们也是一个畸形的成长 那么因此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 在天人物我当中 在各样的追求上面 就有不同的路径 去形塑我们这个人的完全 好 所以你看现在宇宙光叫做 全人关怀机构 那从这个图了解一下 这个天人物我 那实际上有哪些事工 我们看下一个 全人事工 有透过这个图就更清楚 不光是文字 虽然文字好像是核心 对 从中间 那也有各个不同的领域 是不是也请牧师继续为我们介绍 这是我后来整理一下 发现宇宙光的发展太奇妙了 我们都 所有今天的工作都是从文字 平面文字跳出来 就是我们谈了什么 什么后来就成为了一个新的事工 所以我们以前用艺术人文去接触人 所以我们从出版 我们开始到有戏剧 有合唱团 然后甚至有这个国乐团的人说 我们要敬拜 但是教会用不到我们 我们很希望备用 我们说好啊 那国乐是不是也可以来敬拜 所以我们就还有国乐团 然后我们谈到这个人的关怀 所以我们慢慢谈着谈着 就开始我们注重家庭 我们开始注重婚姻 注重两性 注重一个人的这个心灵 这各方面的成长 我们开始就发展出了 关怀事工 资商事工 然后到最后我们还发展了 这个热线的关怀 热线关怀 然后我们谈科学 我们最早一座杂志的封面 其实我们就是很关注在 这个创造论这些的论点 那我们就发展出一个叫做 科学与信仰的韩伟纪念讲座 纪念这位科学家韩伟 他成为宇宙光的第一个奉献者 那我们就有一个韩伟纪念讲座 我们谈这个华人的历史文化 因为想这是我们的根源 那我们谈着谈着就 出来了一个马里勋学院的 宣教历史方面的工作 好 所以从刚刚那个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宇宙光 刚开始文字事工 但是他从里面跳出来 方方面面 在各个领域 我们很快的花点时间来介绍 首先还是介绍这个杂志好了 因为是从杂志开始 有几张 有几下一张这个杂志的图 这是最早的第一期第二期 从开始还比较特别 到这今年的 到最新的 那我今天在现场我也带了一本 这个比较新 如果不用看得太近 没关系 是2021年2月 为什么特别带这一本 因为我记得 我们有一集圣地有约 我想要讲一下 这个圣经上怎么吃 圣经上怎么介绍食物 还有圣经的节气 我们教会 一位王长老 他是宇宙光的 也访问过他 他是终生的订货 他说 俊臣弟兄 刚好这个月的宇宙光 介绍这个主题 你要不要参考一下 我说当然要 赶快去找宇宙光 各位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想说 写得很深入 对 我们讲过 而且我们很熟悉的食物 这个宇宙光真的是 它很多的领域 有很多方面都有介绍 而且它也非常的深入 不是光见证 大家很多教会的杂志 就是一些见证的故事 他也有提到 还有科学方面的领域 顺便介绍一下 最新的疫情 最新的 还是热的 这是那个 这个是 要牧师拿一下好了 2023 你看这个封面就代表 五十 这个观众朋友有兴趣 希望你成为订户 我不能帮你们做广告 至少去买一本 这个纪念性的刊物 好 那杂志大家都熟悉了 其实宇宙光也出了很多的书 我们看有书籍 太多了 我只能随便挑了几本 这个你看这么多面来 艺术方面的 对 有艺术方面 也有当然信仰方面 还有科学方面都有 灵修的 是 智商辅导的 对 各个层面 各个层面都有 宣教的啊 这些都有 是 那随着时代进步 现在 真的 现在连我 一方面 借口就是眼睛越来越不好 实际上就懒得看书 开始有声出版 有声出版 因为很多书你其实用听的 有时候你在做事 在开车 或者在睡觉前 用听的还是比较容易 我们也可以看到宇宙光 开始有有声出版 唐国姐姐说故事 这个很吸引小朋友 很适合 就像我说小学的时候看宇宙光 比较看不懂 不过听这个就听得很开心了 对 用听的 大家一般人更容易接受 特别有的年纪大的 跟人也能够接受 我们那时候杂志 我们也配合 有一些人 现在是这个忙着 我们也付了CD 我们把里面的稿子 用念的 用念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路径 可以这样去做 是 这个非常好 还有音乐戏剧 我们上一集有介绍过 这个宇宙光的童工都是多才多艺 你看要会唱歌 要会演戏剧 对 在艺术团区阶段 艺术团区就是那时候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全省雄回演出 在教会 在监狱 这些机构 我们就是全省雄回的演出 抱一步游览车 全省跑 全省跑头头 而且那些童工都是非常愿意热心服饰的 右边就是戏剧 戏剧 对 有诗歌 有戏剧 早期 黄章老街有参与 大家接受度也蛮 就比较高 对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 慢慢的 我们说宇宙光也是针对全球的华人 去开始也有海外 特别重要是到了我们的海峡对岸 我们看看海峡两岸 这是 这个也蛮久 有点历史 这算是 海峡 这其实我们是在1995年 因为我们93年 我们有一对夫妇 进到中国大陆北京 做我们的童工 那我们就开始跟 我们比较不是走教会 我们就是跟当时的这些的大学 我们就是联络台湾的中原大学 跟宇宙光我们就一起去那个地方 我们是用学术的方式来跟他 他们谈这样子信仰的交流 对 因为大学生 因为我们在谈全人教育 全人教育 中国大陆也因为才开放没多久 他们也正在强调素质教育 而且特别他们对 我们提出的全人这个概念 他们充满了兴趣 所以我们就用全人这个概念 进到这个地方 也把福音放在这里面 这是很好的方式 谈到人性在现代化当中的关怀 对 我看这上面写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大 这是很有名的大学 也其中一个 难得去这个地方 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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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的时间 很多的 也去了不同的大学 好 接下来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艺术 还有这个音乐戏剧 我们比较熟悉的叫做百人合唱团 对 百人合唱团 我们还少看到一个合唱团 有百人 第一次听到 这个宇宙光百人合唱团 就非常的惊讶 你看这个 这是百人合唱团吗 百人合唱团 哇 这是好大的阵容 对 而且我们 对 我们知道 那个指挥 对 我们也曾经认识 其中指挥 那现在还持续在各地 也有安排 我们每一年 现在都在五六月的公演 是是是 那当时其实 因为这个荣耀老师 她是个香港的声乐家 是是 她来到这个地方就说 她想来宇宙光服饰 但是那我能干嘛 那你在做什么 那你来唱歌吧 唱歌最好的 所以很多的是 上帝就把这个机会跟人 带进宇宙光 那宇宙光就想 我们在这文化里面可以做什么 是 所以就会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出来 对 所以百人合唱 也是从九六年开始 直到如今 二十几年 其实 这个是场地不够大 不然我们已经快三百人了 超过一百人 超过两百人 对 现在是大概两百六七十 但是上台就只能 就只好请一半的人要退 讲一个小故事 我们曾经节目中也介绍过 过去在以色列 我们也在华人教会服饰 那我姊妹 康宇她曾经也当过教会师班指挥 结果那年的过年 就是这个新春除夕布道会 对 也是召集弟兄姐妹 大家都很踊跃 我要唱歌要唱歌 就真的也凑了一百人 那也来了一个百人合唱团 但是我就很苦恼 我就问牧师 那他们要不要分四部 他说不用了 他们大概就一百部了 只要能唱得出来 我们都归荣耀给神 那真的是这个场面 也是非常的盛大 在以色列的时候 是是 好 百合唱团 大家的熟悉 其实还有一个叫爱心合唱团 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是不是请黄长老介绍一下 爱心合唱团 人数就比较少 比较少 而且到中南部 而且到中南部巡会的演出 所以最后还是用诗歌来见证神的名 对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讯息 他们好像刚过完这个跨年 他们也有参与一些服饰 在中正纪念堂 对 在中正纪念堂 对 在中正纪念堂 很不容易 好 合唱团 那之前牧师有说到 国乐团 还有国乐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国乐团 这个我们更不熟悉了 哇 你看真的都是中国乐器 这些都是高手 高手 这些全部每一个人 他们在外面都是老师 是是是 那他们演奏的也是一些 教会的诗歌吗 因为我们是步道姓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地方 在教会我们会以圣歌为主 但是如果在外面的 一般的步道场合 有时候我们会把民谣 跟圣歌全部融合在一起 是是 用信息把它串起来 OK 这个你要不要提一下 这个康玉 他也是弹古真 我是弹古真 曾经我们教会有说 我们教会的这个 资深的长老说 古真来 敬拜神也很好啊 所以有一阵子 我们用古真来弹诗歌 对 是不是也很适合的 对 很适合 然后我在那个以色列的时候 反正每一年的那个什么 就是圣诞节 那个就美国大使馆 都会邀请我去 然后就那边 用古真来弹些圣诞式歌 特别运了一台古真 过去一下古真 所以你看用国乐 这个让大家了解 宇宙观音还有国乐团 好 我们回到其他的面 这个领域 前面也介绍 全人关怀 很重要一点就是 关怀諮商辅导 那这一点可能至少我 过去不知道宇宙观有参与这一块 好 也包括这些辅导中心 我们看看这个 《关怀諮商》这张图片 我们请黄兆拿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关怀辅导》就是我们有一位 一夜老师一夜主任 他是 这是专业 他是学过这一方面的 拿了他的博士协位 那透过关怀 他常常办一些的讲座 也在训练一些的老师 当然更重要还有一些 关怀的热线 对 类似以前的张老师 是 我们有四位同工都在经过受训 经过受训 经过受训 训练 及格以后才能够接这些个案 是 那当然关怀热线只是在电话上的一些的 一些的联系 一些的关怀 对 如果必要的时候 可能还需要面对面的一些的辅导 对 那面对面的辅导 就像 诊水 像医生 像他们就是要去面谈 那我们请专业的老师 都是拿 拿过证照的 安排时间 直接到宇宙光 我们有四个辅导室 如果有家庭的 有婚姻的 有个人的 也透过这个辅导 来让他们从这边出来 一个健康的生命 常常背一些讲座 我们这个部分 其实蛮强调 就是预防剩余治疗 预防 预防 预防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 我看到右边刚刚那个 或者我们看到宇宙光有一些 提到 有爱无隐 隐地隐后 那个隐 好像吸毒那个隐 我看这个跟我无关 不对 看手机看太多的 四中央 网路 我好像也需要去关怀一下 因为现在好像从早到晚 因为我们不是戒毒中心 所以我们很强调就是说 怎么样在这个你成瘾之前 你要怎么样去做好预防 预防 有一个宋炭到太北 我有印象 对 这个很多年以前 有 那后来不光是宋炭到太北 还到很多的偏乡 或者一些需要的地方 我们看到宋炭 最早当然 好像是从宋炭到太北开始 因为刚才是太北 最早 这个常常到有难遇 这个宋炭 我觉得我们宇宙光有一个 终结一个目标 我们看到一个意象就是 就是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责任 所以我们就伴着宋炭 每一年宋炭 我们是看在从国内开始 比如说恒春基督教医院的 这个 这个 赠送给他们 然后 看一些偏乡 或者是新竹天轮馆 还有老人 也都有 或者说蓝宇的蓝恩幼稚园 我们捐了车子 也帮助他们建立了那个 整个的教室 所以基督徒不只是爱爱神更要爱人 对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需要去帮助 我们就办了宋炭 每一年都都办 所以 这个 这个宋炭就是每一年都办 然后也到了国外 到了 到了1982年的时候 我们就到宋炭到太北 那时候孙爷刚刚信主 他就要去了 对 也办了这个爱心游会 然后提到孙岳 对 我们也很有印象 孙爷就是因为我们 终身义宫 孙叔叔 我们就是办了一个演唱会 也是一个送炭的 他就在那边 他觉得这个宇宙光很特别 对 所以林哥就送他一本书 从那一本书 他开始认识 认识宇宙光 认识他自己 所以他就加入了一个 OK 后来他就 齐营之后 他就 我们就在宇宇宙光 对 对 按例他做这个社会的一个宣教师 宣教师 是 就从那边就开始 终身来服侍 因为随手就 我懒得对讲 这样 但是这个当中 可能会中到大奖 好 那 这个是讲到这些宋炭 好 那我们也提到 有有声的这个 试听广播刚刚有提到 那我们看一下 对这个 宇宙光还有广播节目 广播节目 我们看看 这个孙岳刚刚讲到 哇 好多发票 送发票给孙岳 是 你看这个满满的都是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有广播节目 好像那个左边那一张是 正在 正在 正在录节目 对 对 他们只是群口一起录 群口一起录 对 对 好像还看到了这个 刘三 刘三 刘牧师 刘小平牧师 还有 三门一个陈钦文牧师 都是以前我们中工 是 离开孙叔叔 刘三旁边的这一位 他是很有名 非常有名 他是在白色恐怖的时候 广播人 广播人 是 一位阿姨 对 好像 突然忘记了 张小平 对 我应该有知道 没错 有听过 邀请他一起来 都是专业的广播人 广播节目 然后牧师刚刚也有提到 考虑到 可能有些人提到科学跟信仰 特别是 所谓的什么 头脑比较大的 学理功能 问很多问题 特别是科学的问题 所以有办这个韩伟讲座 韩伟讲座 看看韩伟讲座 请到非常有名的这个知名的物理学家 黄小时 黄小时博士 黄小时博士 来从科学的角度跟信仰的关联 来做这样的讲座 其实我有听过韩伟 那个韩伟的演讲 对 这个持续很多年在这 不是 因为他后来 他好像以前是阳明 医学院院长 是是是 对 是 其实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科学信仰是在 宇宙光一开始的时候 就非常强调这一方面 这方面 很多人是 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科学 怎么还需要信仰呢 所以宇宙光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从太空科学 起了非常多的科学家 所以 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办这样子的一个讲座 后来到了黄小时长老 他就 在我们30周年的时候 开始来 然后一来就来到了 每一年都来 对 太空科学 你看跟宇宙光很有关 从这边潜入 他本身是物理学 对 这方面的专业 我小时候的印象中 宇宙光比较是偏向 给那个知识分子 对 可是其实后来你看 也是各方面都有 我们有生的 我们也有钱 也有钱 也有些戏剧啊 广播啊 这些 更活泼 对 好 你看包括这个 科学信仰的这个讲座 还有一个我们去过好几次 是 非常熟悉的马里逊学员 那这个是之前牧师讲到 特别针对华人 熏教士 华人熏教历史 对 而且前几年 这个马里逊来台湾多少年 还有中文圣经翻译100年 是 还有 我记得连着好多活动 还有一个什么150周年 我们其实最早是从这个马里逊 入华 入华 因为他是第一个来到 华人世界的宣教士 到了中国 是 所以在1807年 所以我们也用他的名字 来作为我们作为 华人宣教历史研究的一个记号 对 那我觉得这个它很具代表性 也就是他来到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 他其实就是深入文化的一个宣教士 所以他不只是外表服装 吃的东西 通通改变 对 他用了语文 然后翻译 这是第一本的中文圣经 所以这么多的这些的工作 教育 医疗 其实在每一个宣教士你就发现 他们都是一个跟人在一起的宣教士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 也是我们传承信仰 道神肉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 因为前几年我们突然对这个 内地会到中国学校很有兴趣 我们就到马里逊学院去找资料 我就发现他非常的齐全 他们有一个期刊 对 因为我们有从学术研讨会 我们想说能够改变思想 有思想做教育的人 其实就可以改变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办很多学术性的 但是我们也对一般普罗大众 我们就是用这种图片的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 对 好 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 圣经翻译成中文 是前几年也刚好满一百年 2019年的和和本翻译百周年 和和本 对 我们看一个圣经综艺 这也是一个特别纪念的年份 有很多图片的展览 对 把这段历史呈现出来 好 那种朋友去参观 有一定 因为上帝很奇妙 就是这几年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都刚刚好是周年庆的时间 所以有马里逊路华两百年 然后圣经翻译是百周年 然后呢 玛雅各露台是一百五十年 内地会也是一百五十年 所以辛亥革命又是一百年 对 那一年很特别 我记得都是集中在那一年 对 这十几年当中 上帝很奇妙的 就让这些事情 都让我们永生之年 可以遇见 可以遇见 我们也可以为他做见证 谢谢神 好 我们很快的这样 让观众朋友知道 宇宙光不光是一个文字事工 那他在关怀社会 特别是全人关怀 天人物我各方面 还有包括这个智商 心理智商 社会的宋探的关怀 戏剧音乐 这个不用讲 刚刚都有提到 特别还有一些科学的讲座 让可能知识分子 能够更容易 能够来接受福音 是 华人历史也很重要 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很多百年的纪念 在前几年 这样呈现出很多图片 那我们也知道 宇宙光也不光是在台湾 来推展 他也在很多机会 也有机会在世界各地 来参与 来宣传 是 对 我们以前是美加最多 然后在中国大陆 摄入比较深 这几年我们也因为这个图片仔 其实我们有机会 也去了日本 去了韩国 去了东南亚 是是 然后也去了欧洲 意大利亚 这些地方 对 发现其实 对同样的华人心境来说 这个历史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那这个文化是我们大家所认同的 所以让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 能够来述说上帝的故事 阿们 然后也成为上帝手中的一支笔 是 我们一开始有提到 今年2023年也是宇宙光惊喜之年 这个惊喜是双关语 我们看到一个惊喜发光 这个又是惊喜又是惊喜 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口号 叫做一起走去发光 那我们也看看 宇宙光这个全人送炭 他有一张这个图片 也看得出来他们未来 在这个迎接这个50年的这个到来 还有他们后来的展望 我们是不是请长老或者是牧师 为我们再讲一下 宇宙光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或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远见 让这个全人光怀的机构 能够被神所更广泛的使用 我在去年接任宇宙光总干事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思想 我就把整个宇宙光的这个事工 开始做一些整理 那我就发现 宇宙光既然是光 光就应该要照在黑暗死影之地 那当时我的祷告 我觉得神给我的一段 就是耶稣所领受的 就是他来到这个人群的当中 他说他是被圣灵所恩告的 因此他得了这个职份 来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领导 我想恩年不就是上帝的喜年吗 那不就是第50年吗 那我生在这个时刻里面 那我就想那上帝你让宇宙光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想那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源 那可能我们都一直待在城市里面 那我们我在想那 其实有很多黑暗死影之地 是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 对 因此我就跟同工一起勉励说 那么我们一起走 我们一起走出去发光 不只是一个平面的而已 而是我们去报导这些黑暗的角落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去关心这些地方 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就带着团队 我们到了偏乡部落 我们去那边跟他们说故事 把我们的资源带到他们的当中 那我们也承诺 我们希望未来的这些年岁里面 例如说我们到恒基 我们就说未来的五年 我们就是跟你们一起走 那我想这是一个机会 是让我们在这些 平常不能接触到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发生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把我们的全能的理念 也能够带到这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理念 很好 所以特别也考虑到偏乡的需要 是 好 这个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了解宇宙光 他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 特别前面有很多精彩的这个历史图片 我们都第一次看到 是 也知道宇宙光他强调的是全人关怀 那他的事工也是包括各个领域 也在 特别是针对我们华人 这个历史文化 他也能够结合 让我们华人能够更能够接近 更能够接触福音 那牧师也讲了50周年 这个一起走去发光 这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我们基督徒也是要一起走 一起走可以走得更远 走得更稳妥 而且最重要是为主发光 那我觉得这个刚好成为我们 不光是宇宙光 也是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一个 勉励 一个启示 再次谢谢牧师长老 这个总干事 副总干事来到我们当中 在节目最后 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做个祝福祷告 好的 请您牧师 好我们一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您 主当我们看到这些又大又难的时候 主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问号 主但是我们感谢你 因为当我们说不可能 当我们往前看似乎困难重重 但是你就是说那位成了的上帝 主我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 主不单是在十架电台当中发生 也在所有观看今天这个节目的 我们的朋友们 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 我们看见那个孩子在你面前 他把饼和鱼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主啊你望天祝福 就是许多的人 他们都得着了所有的饼 所有的鱼 主啊原来 这一切的神迹的发生 都在你的手中 你是那位原知道该怎么样行的上帝 你所做的一切 还是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 更深的知道你 因此我们也在这时候 我们不单领受这样的祝福 我们也愿意 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他们都可以经历这五饼二鱼 剥开之后的神迹 主我们也都一同领受 从你那里而来 那真正更丰盛的生命 是结实累累的生命 谢谢耶稣 谢谢我们的主 如此的爱我们 要把这样的祝福给我们 让我们也在信心在你面前 带着盼望和喜乐 来领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天的神迹 我们如此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也求神继续的带领使用宇宙光 还有我们十架电视台 各个基督教的媒体 为主去发光 我们一起走去发光 去发光 好 谢谢观众朋友 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十架电视台圣地有约 圣地有约 我们在这边跟各位说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小龙 平安 我是徐俊成 我是康裕 我们一家过去曾在以色列工作 生活与服事 我们将以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 包括圣地的历史 地理 风土民情等等 与各位分享 我们会带您深入了解 圣地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一起与圣地有约